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85毫米外 松霞将在未来推出相同外形尺寸的24毫米 35毫米以及50毫米三支镜头 组成一套轻便的定调组 值得期待 除了镜头之外 松霞宣布将于2020年11月24日发布S1 S1R SEH以及S5G100的新固件 将会大幅度提升对焦性能 S1R升级固件后将会拥有5K视频和HRG色彩风格和10bit色声 S5升级固件后将会支持C4K视频录制和RAW视频外录功能 另外在2021年上半年还将推出S1的VR2.0固件升级 升级后S1将支持5.9KC4K内部录制 提供4K60帧 50帧 42010bit加入变形模式和时间码 允许手动设置双原生ISO 届时S1除了没有主动散热分扇和全向翻转触摸屏以外 性能方面已经趋近于SEH了 这可真是有点香呢 佳能正式发布RF系统两款镜头 佳能RF70200F4采用11组16片光学结构 包含4枚油地低色散镜片 双nano对焦马达 外面焦设计 最近对焦距离0.6米 放大倍率0.28倍 9枚光圈液片 77毫米口径 收纳长度119毫米 695克重 是目前最短最轻的70200F4镜头 新镜头提供5档防抖效果 安装在R5R6上可以实现7.5档防抖效果 海外售价1599美元 约着人民币1万元 12月份中旬上市 佳能RF51.8采用5组6片光学设计 包含一枚非全面镜片 最近对焦距离0.3米 放大倍率0.25倍 新枚光学液片 43毫米口径 40.5毫米长 160克重 外观尺寸和小弹鱼 几乎没有太大差别 成像风格一和小弹鱼类似 锐度有进一步提升 海外售价199美元 约着人民币1300元 12月份上旬上市 大疆正式发布 迷你2入门即航拍器 先机依然保持不到 249克的重量 和31分钟的飞行时间 提供4K30帧视频录制能力 RAW照片功能和 大疆AUXAN 2.0图传 图传距离达到10公里 遥控器换成了 Mavic Air 2通款 各个接口也换成了 USB-C口 大大提升了兼容性 官方售价2899元 唱飞套装3799元 目前大疆双城有37免戏 对于入门即航拍器 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去了解一下 有消息称 富士将于月底发布 GFX100像素位移拍摄固件 升级后 GFX100可通过拍摄16张照片 合成一档4亿像素照片 升级后 GFX100可真的就是 肆意妄为了 随意裁切了 腾龙光学女上周日 也就是11月1日 度过了他们70周年纪念 在这里我们祝腾龙生日快乐 新镜头发发发 以上就是本周新年赛资讯了 最近我们影像新视力 有多长装十一直播 优惠多多 想要在近期购买 影像器材的 小伙伴们可千万不要错过